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是当时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军队的战争 在1776年7月4号美国才算建国呢 所以这个能叫做美国侵略英国吗 呵呵 我打脸先 这位推特网友说 中国官员是否希望通过说服人们 美国不应该从大英帝国获得独立 来说服人们他们可以入侵台湾呢 就是 1775年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呢 还有网友说 我不确定你如何将内战定性为美国侵略 除非你同情奴隶主义 美国1861年的内战 引起的其中原因之一 是因为废除奴隶制 而且这个是内战不是侵略 这是第二个巴掌 张美芳在指责美国侵略的时候 也包括了二战 而且把日本的国际放了上去 到这块 网友们就又开始打脸了 网友丹尼尔发推说 谁能忘记 1941年 美国如何对和平的日本平民 发动无端的侵略战争 丹尼尔说的是反话 日本1941年偷袭了珍珠港 美国才被迫参战 这怎么成了美国侵略日本了呢 这个脸打得啪啪的 这位网友说 哦 美国参与了二战是坏事 日本当时入侵中国 还是被美国打败了 第三位网友问 是不是西方当时应该让日本为所欲为呢 第四位网友回怼了一句 我们可没像你们那样 从1950年到1960年 让数千万人挨饿 对呀 三年大饥荒 可是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啊 最后这位网友说 问问中国的邻居国家 他们更害怕或者更讨厌谁 不过答案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其实都不用问中国的邻居国家 问问中国人民就行了 那战狼们这个被打脸 无数次还硬着头皮宣传 真的是值得佩服呀 这样一次话中营的舌尖统台论 被推出网友围殴 现在这位女战狼的历史知识和逻辑能力 再次成了推特上的一个笑话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在上期节目里 王群跋山涉水 磨破了腿 又口渴又挨饿地顺利穿越了热带雨林 那下面我们要看看 王群前往墨西哥途中被抓入监狱的过程 对于新来的网友 请回去看看我们前两期的节目 以便了解王群徒步润进美国的完整故事 节目的链接我们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 在上期节目 王群到达了巴拿马的戴维城市 他休息了两天之后 准备开始出发了 他的推文说 戴维车站坐中巴到边境 下车后 直接可以走过边境到哥斯达利加 有很多红色的出租车 15块钱坐到小车站 那里有去盛河西的大巴 先给大家看一下王群的所在地区 这个红点就是王群 还离着美国上大约差不多4000多公里 他的下一段路程大约是370公里左右 走交通车差不多7个小时 王群到达地点后发推说 盛河西本地时间5月11号 早上4点半到达710车站 就去赶第一班车去尼加拉瓜边境 大约早上11点会到达 下车后 跟着队伍走了十几分钟边境墙的土路 土路走完看到水泥马路后 右拐几百米就到移民局办理入境手续 手续费用一共是150美元 我花了三个小时排队就办完了 之后工作人员会引导你去坐黑车 票价3美元 到圣卡洛斯站牌坐大巴去马纳瓜湖 由于我下午2点到达 看到了大巴已经塞满了人 没有座位了 我就选择在圣卡洛斯休息一夜 王群下面的战略是一直向北朝着墨西哥走 先给大家看一看他的路程计划 总共距离是561公里 红色的圆圈是王群中途停留的位置 第二天早上7点 王群发推说 我就在圣卡洛斯站牌等车去马纳瓜湖 当地的超市老板说8点有车 但我们等着有点心急 又嫌绕到首都太远 所以我们拼出租车到埃斯特利 平均每人40刀 分摊下来可以接受 下午2点到埃斯特利 直接改大巴 60本地币到尼加拉瓜的 奥科塔尔城市过夜 明天过境进入宏都拉斯 本地时间13号 早上6点多到奥科塔尔车站 正好有到哈拉帕的车 车费60本地币 车上收钱 在哈拉帕下车后 直接打出租车 10美元到宏都拉斯边境 到下出租车后 会有三轮车驾驶员带你走过边境 坐他的三轮车 3美元到特罗赫斯 下了三轮车后 走两步就到达信息登记处 下面王群给我们看了他登记的过程 他的推文说 最重要的干货来了 到信息登记处后直接进屋 到后院水之旁登记交护照 最好是交A4复印件 然后到院子里面排队 等着记录指纹和红膜等信息 录完后还要排队 拿写字板拍照 写字板上会写上你的信息 完事后 还要和两个持枪警察合照 就是那种进入监狱的流程似的 当然我是看电影 才知道进监狱是这样子的 我是上午十点半到的 办完这些事后 是下午三点 等一切办完 办事人员就会宣布一条信息 明天早上五点 到公民信息登记局等车 工作人员会拿着护照点名上车 六美元就可以送到单里 看到现在 你应该明白了吧 不用二百亿石刀了 还能合法过境宏都拉斯 没错 误打误撞进了难民队 来之前都打算交两百亿石过路费 现在省了 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王群继续说 宏都拉斯入境登记处就是骗子 一顿猛操作 最后到单里 还要交两百亿石才能长行 好吧 要就要吧 结果周末去银行转账 还不开门 有钱都送不掉 还得等周一 也不伺候了 我决定马上开路 这里有个站牌 等一会儿就走一个黄色大巴 上去不要入境章 这趟车的终点站在这里 下车后有很多到特古西加尔巴的中巴车 我就在十字路口等着 一般这里都会吓人 我趁着有人下车赶紧上去 上去后要入境章 他们也没办法让你下车 我是运气好 当时在路边坐着等车 他以为这辆又聚载 谁知道连停都不停 我正在咒骂过瘾呢 突然他离我十米远的地方停了 还开了门 这不是叫我上去吗 我马上小跑上车 上车后 司机和售票员立马和我热情地打招呼 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才弄明白 这个做副驾的售票员 是一起走雨林的委内瑞拉小伙 到难民营的时候一起洗衣服 我看到他一身红点 我还给过他从国内带的紫草膏 原来这小子还记得我 看我一人坐在路边 立马让司机停车 真是人缘啊 不仅是人缘 这个就是好人有好报 帮人帮急的现象 世界上还是存在着一丝公平的 王群接着说 晚上七点半到达特古西加尔巴 路上毛警察都没有 我在这里试着买到边境奥科特佩克的票 我晚上八点买到了当天晚上九点的车票 交价五百五十本地币 大约是二十二美元 拿护照复印件就行了 下面的旅程一共是一千零一十五公里 如果一些顺利的话 王群会直接到紫色线标出的墨西哥边界 王群说 这趟车是绕圣佩德罗苏拉的 我整整坐了十二个小时 中间遇到了两个检查点 出城的时候 警察进到车里前面 一个人一个人的查 车后边因为坐儿太多了 他们就不好过来 大家就都举起手里的纸 我也举着护照复印纸 混了过去 第二个是从 圣佩德罗苏拉到奥克特佩克路上 大概凌晨一点 这次更直接 全部叫下车 一个个查 没法混过去了 只好跟委内瑞拉小哥说 帮我说说话 顺便给了他五百本地币 下车后 小哥拽着两个警察一顿聊 我在旁边站着听不懂 大概有十五分钟后 打发我们上车 上车后 小哥要把钱还给我 我没要 算是给他的口舌费了 早上七点左右 到奥克特佩克 下车直接打出租车去边境 快到边境检查点下车 没一会儿就有人 来要求付25美金 带你进山 绕过检查点 山路不算很难走 都是硬实路 估计走了40分钟 我们5月15号早上9点 到达威地马拉公路旁 找个正规出租车 直接到艾斯吉普拉斯汽车站买票 票价120本地币 下午三点买票 最近的一班车 只有凌晨一点到首都的车 艾斯吉普拉斯到首都的路 有三处检查站 第一个检查站 给证件 下面放20块本地币 警察顺利拿钱过关 第二个检查站 警察摸到了钱 没拿 居然叫我们俩下车 下车聊天过程中 看意思是 嫌弃车上给的少了 所以下车谈价格 我也没多想 抓了一把零钱给他 看着不少都是本地币 估计最多15美元 第二次就是这样过去的 第三个检查点 这次跟第二次差不多 也是车上不要 飞着下去谈 我就装可怜 听不懂 又冷又饿 非常惨的样子 警察跟小哥谈了一会儿 然后看向我说 Chino Money 我装没钱的样子 到处摸索 终于在不知道哪个兜里 摸出张20元美金 然后沮丧地拿到他眼前抖了抖 我说句 Dollar 美金的声音很诱人 警察立即用手抓住美金 然后指了指车 让我上车 我手指 委内瑞拉小哥一起走 警察还不愿意 来了句 你付的是你自己的 他的还没付 小哥指车 让我先上车 后边他上车说 自己一毛钱没给 我夸他 太牛了 三个隔离不远的 威地马拉检查站 就是这么过去的 说白了 给个石刀 他们都很高兴 千万别多给 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一夜惊心动魄 16号早上 天微亮 终于到达首都 下车后 直接打车 去城市快速公交站点 上面高架桥 下面巴士站 进去找去阿优特拉的车 车票130本地币左右 六个小时后 下午1点到边境 一路没检查站 就一个临时检查点 还没停车 先说这么多 马上到墨西哥了 墨西哥喝稀饭 出来后再说话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眼看就到了墨西哥的王群 在最后一段路上 遇到了天大的麻烦 他在5月15号 开始坐车到墨西哥边界 不过以上的推文 是21号才发的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王群记录说 上面是快到边境车站记录的 没想到啊 真的是过河就进去了 刚出来就发信息给后面的兄弟们作为一个参考 王群说的进去了 是指蹲监狱了 不过还好 他最后出来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在墨西哥坐牢到底是什么样子 王群说 5月16号下午1点多 大巴才到墨西哥边境 下车后会有很多黑面包车 叫你上车 送你到河边镇子上 我到镇上后 把所有威迪马拉货币 换成比锁 大概一共换了1330比锁 委内瑞拉小哥直接猴急 想找船过河 他们语言相通 我一直以为很靠谱 大概下午2点半就跟着一起过了河 上岸后有三轮车要送你去中巴车小站点 我们到的时候 中巴车已经坐满了人 愣是应急才空出几个座位 我上车还一头懵呢 这速度也太快了 也没想到半路会有警察查车 一直都认为这小哥靠谱 肯定谈好安全路线 谁知道中巴车才开了10分钟 就让路边的巡逻车招手接停了 车门打开就开始点名要查证件 没证件的全部下车 一车就四个人包括我给拦了下来 中巴车司机门一关一脚油门跑了 警察唧里呱啦了一大堆后 直接打开七座丰田车的全铁窗车门 让我们四个进去坐着 我终于体验了那种被押送的感觉了 上车后 他们把我的护照拿出来 一个个拍照流荡 估摸着过了十多分钟 车辆启动 一顿瞎转最后又在香蕉林抓了一个一家四口 我跟这一家四口在威地马拉车站就见过 现在才知道也是偷渡的 我看大妈的裤子都是湿漉漉的 估计没少在香蕉林转摇 最后还是被请上了警车 这一车人基本就塞满了 不过警察还不走 还瞎转 转了一个小时 快下午五点 才去塔帕丘拉移民监狱 到了移民监狱口 警察把一家四口带进一栋小楼里 又把我们四个往里面送了一点 警察把车停在大院 发动机不熄火 空调开着 就锁车下车了 我们四个人坐车里两个小时也没人管 三个委内瑞拉人几里呱拉聊天 我听不懂 就索性躺平衡着在座椅上睡了一觉 一觉起来 看见还是老样子 所以继续迷迷糊糊的睡 晚上七点 天快黑了 才让我们下车 估计这段时间 正在录取信息 打印文件呢 下车后 我们进了个小房间 里面很多拉美人在排队 等着搜身搜包 下面我说说进监狱的步骤 首先 我们进房间后会排队喊名 然后就是拿出钱和手机 清点财产物品封存保管 我们签字画压后会领到一个小纸条 上面有你的财产详细 这个一定要随身保管好 到时候出去领财产会用到 他们也会在你的背包上贴一个纸条 办完这些 就开始去等着排队搜身搜包 各种围紧物品会被拿出来 比如香烟 打火机 指甲刀 药品 镜子 安全套 墨镜 发油 香水 通通通搜出来 他们搜的特别仔细 包括香皂都得给你掰碎了 看看里面是不是挖洞藏东西了 鞋带 裤腰带 这种绳索类的 全部拆下来放进包里 所以监狱里有很多穿球鞋板鞋 都是拖拉着走路 走着走着 半个屁股就露出来了 真是笑死了 干完这些事后 会有一个很窄的过道 上面有个小窗口 会让你把背包扔进去 没错 此刻你啥都没有了 只有身上的衣服 和没鞋带的鞋 还好我过河的时候 换了人字托 这也估计找到十点 才算进回自行监狱牢房里 睡在哪里 自己找床垫 自己找空床铺 一个房间 大概有十三张上下铺 也就是二十六个床位 基本都有海绵垫 办完手续入监后 就有很多拉美人 和你打招呼 更有热情的 还带我去找其他的中国人 先后看到五个中国人 估计快晚上十一点了 他们都在睡觉 老外很热情的 把一个房间的 三个中国人叫醒了 跟三个中国人聊了几句 原来他们都已经关了 十三天了 我已经都心凉了 因为已经是睡觉的时间 所以没多聊 他们就又带我去下个房间 找另外一个江苏的小伙子 他睡得很香 我就没让老外叫醒他 又去下一个房间 是个山西人 老外直接很热情的高喊 Chino把他叫醒 我向祖兰都来不及了 跟山西人聊了一会儿 他进来不长 只有两天 问了他监狱里的一些注意事项 他们五个都是骑摩托车被抓的 就我一个过河被抓的 这又让我感慨了一下 倒霉透顶 我独自随便找了个空床 倒头就睡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月友叫醒了我 估计都八点了 我牙没刷脸没洗 就去时常吃饭 饭食一般 各种蔬菜一锅煮 这个是主菜 还有米饭 面包 或者圆的饼 二选一 这个我也吃不来 感觉是面没活 咬在嘴里很松 跟吃面粉一样 再加上黑豆酱 我一直没吃 吃不消 果冻 水果 香蕉或者小片哈密瓜 果汁 口味一般 吃饭就是以上一天三餐大致不便 吃晚饭只能去放风的广场待一个白天 只有晚饭后才能回牢房睡觉 放风的地方有两个很破旧的足球场 一般都是直接躺着 或者就坐到阴凉的台阶上无聊的等着 语言不通 很痛苦 跟牙巴一样 为西班牙语还能吹吹牛 白天就这样 无聊的抠脚指甲等下一顿饭 最盼望的就是广播喊 Chino或者China 因为喊了 绝对是好事 第二天 警察会喊你登记个人信息 去过哪些国家 中国的家人 以及为何离开中国 并且今天又来了一个中国人 他是广西的 第三天晚上22点 三个中国人被放了 这三个人关了15天 够倒霉的 目前监狱里加上我 一共还有四个中国人 终于 在进来的第五天 盼来了曙光 警察下午叫我们去食堂 登记护照信息以及拍照 晚上就顺利再次听到 Chino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我当确认 可以马上离开后 比考上什么大学还高兴 四个中国人一起放 我们四个都很激动 这种心情 没被关过的人 真是很难理解 出狱前需要签字 就是你的释放文件 以及合法在 塔帕丘拉待20天 签完字后 就是排队 进去找自己的背包 这个时候 才是最单疼的 释放高兴后 要在一堆包裹里面 找到自己的 我真是心情复杂呀 我翻了40分钟 已经快放弃了 最后在入口左边架子上找到 时间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其他两个中国人都已经放弃了 他们俩没啥重要的东西 就决定都不要了 我拿到背包 跟着一起排队 等着喊名 我拿入监的登记信息条 领取了钱和手机 五天不到就顺利出监 这个算是比较顺利的 大家要注意 银行卡登记信息条 监狱里一定要随身带着 背包进去的时候 最好寄个什么东西 方便找到 真是谢天谢地 王军没被关太久 他在墨西哥监狱的时光 就这么短暂的结束了 说到这里 推特网友们表示了 他们的意见 这位网友比较心疼东西 他听到两个中国人 把背包扔了 就马上说 他们手机银行卡也不要了 又不能随身携带 这几个哥们 骑摩托被抓了 不是亏死了 还得再买摩托车 王军回答说 只是背包不要了 银行卡可以带进监狱 随身携带的 摩托车出狱还会还你 这还好 要不然我也听着很心疼呢 还有网友说 真心佩服播主的勇气 最后这位网友说 哈哈 监狱奇遇记 的确 我最喜欢读的书 包括含有越狱内容的小说 虽然故事可以写得出神入化 不过我看没办法 跟奇迹一般的真人真事相比 说到现在 我们来一个网友互动环节 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对王军的西游记 有什么观点 网友吃瓜Betsy评论说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能有个好的环境 值得佩服 而并非自己任命 让自己的子孙好好读书 飞高点 我觉得是很值得佩服的家长 我很同意 我的父母就是第一代移民 那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第一代的痛苦 我记得我小时候 他们没有只有过一份工作的时候 总是同时干两个工作 所以我要跟所有的 第一代移民的爸爸妈妈们说一句 辛苦了 网友QQ说 第一期看哭了 第二期眼睛又湿润了 这哥们也确实不是差钱的主 做好了充分准备才成型的 勇气和智慧并存 上期王军提到 你要走他的路途 需要至少一万美金 这条路上 智慧 勇气和钱 看来都不能缺 网友文毛毛说 好家伙 有点像杰克伦敦的小说 人在极端情况下 能发挥怎样的潜能 我经说过一个妈妈 为了救他的孩子 把一辆车抬了起来 王军为了家人的未来 徒步穿越雨林 在生疏语言不通的地区 蹲了监狱 这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 最后的网友V 回应了翻墙更困难的话题说 我用的梯子前几天也上不去了 还好 现在没问题了 美国热搜的每一个节目的描述栏里 都有安全可用的VPN信息和网址 大家可以传给朋友 帮助更多喜欢言论自由的人 听到墙外的声音 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在下期节目 我们将会看到王群顺利穿越墨西哥 达到美国的最后一段路途 在路上 他会征服最后的挑战 通过残酷的方法和环境 达到自由的领土 王群到底是怎样 越过美墨边界强大 我们下一期会知道答案 精彩的故事在后头 希望大家继续观看 大家与任何对于王群 认到美国的事件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